北京主帅许立民采访时说 希望曾凡博不要局限于CBA这个舞台 他应该往更高的目标努力 比如说NBA 如果北京管理层在两年前有许立民的觉悟 曾凡博也不至于回到CBA从轮换打起 作为全美四星高中商 手握钢萨佳咬请函的曾凡博没有前往NCAA 而是在和手钢的周旋中选择了纪连赛 在纪连赛 本就没有大赛和职业经验的曾凡博 用场均5.8分的表现 把身价彻底打雷 在NBA落选后 曾凡博就只能硬着头皮回归俱乐部 在国内的全预会 曾凡博遭遇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腰伤 随后被担架抬走 不仅如此 曾凡博在全预会还遭遇过一次膝盖伤病 今天休赛期 曾凡博为了养伤 特地前往德国 找到了乔尔杰威奇为他推荐的医生 整个夏天 曾凡博经历了军训和养伤 由于多次的伤病经历 这也造成了北京手钢 不敢大量试用曾凡博 如今 在CBA已经打了三年的曾凡博 场均出场时间从未超过28分钟 本赛季 曾凡博场均也只有不到20分钟的出场时间 曾经核实 如果曾凡博能获得俱乐部允许 拿到NCAA同行证 曾凡博则可以前往一个更高水平的训练环境 他的伤病也可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如今 身高2米1 地盏2米14 最大摸高3米63的曾凡博 在亚洲或许是天赋满满 但在NBA 这样的前方几乎是批量化生产 三年前 如果曾凡博有NCAA履历 或许他真有机会去NBA试一试 但如今 缺乏足够对抗能力和伤病缠身的曾凡博 已经错过了最好机会